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现在天气就开始有些回暖了,那些人就开始又吃东西多了 那些食物可能有时摆来了,又会有可能一些微生物、滋生 那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的肚射、腹射那些问题 尤其是通常这些,一来就很急的了 那在你的同类疗法里面,我相信应该处理这些问题都是二元反掌的了 不如袁先生,帮我们听众可以讲解一下,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急性肚射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的尿剂,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们一定遇到很多的肚射问题 有些是慢性的,长期的肚射,也有很多是急性的 主要是因为吃错东西,吃了一些骚髒东西,可能受了细菌感染 例如简单些,那些sephalococcus,那些葡萄球菌 或者那个ecoli,大肠肝菌,还有些三门氏菌 也有些sangela,是那些自贺氏菌 亦都有些是因为可能是寄生虫,比如亚米巴虫,或者是我们叫做Jadier lamblea Jadier,就是这种假帝的那些边毛虫,就是这种寄生虫这种东西 通常当然吃了东西,可能喝了一些食物,水,骚髒 但亦都有情况,这些肚射可能因为情绪的因素 或者那个肠胃本身有些不妥,寄生这种肚射 当然大家一般都是,糞便很松散,有很多水 有时候可能大量的水液,爆炸式流出来,也有时候会很臭 当然你可能会看到食物在糞便那里 当然,土射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会寄生体液的流失 以及寄生电解质,比如纳和甲那方面,可能会流失了 而寄生体液,因为脱水,或者电解质的不平衡 寄生体液,可能会有些可能严重的情况,也会出现 好了,在同量化,当然是很快,处理得很好 但当然我们也要补充水分,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做法 遇到这些情况,当然有机会看看,或者是稳真一点 就是这个,如果那个糞便大概是怎么样 是什么颜色,有时候病人会告诉你 那个质素怎么样,有没有味道 也都看看病人有没有脱水的情况 通常就是,比如眼有没有脱落,或者嘴唇很干,或者爆裂 当然了,如果要检验那个有没有寄生虫 都要找去化验那里去看 通常可以问一下,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有了多久呢,痛不痛啊,有没有气,气如何走法 有什么情况,令到那个肚射会更加差,或者更加好 有没有时间呢,有时候肚射有些时间性 都对我们那个选择疗剂方面都很大帮助的 当然有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是否会不会因为情绪的因素呢 就是未必一定吃错东西 这方面呢,大家遇到之后都要问一下 就是看真一点的 好了,给大家简单些,快捷地去尝试用的疗剂呢 有几个指示 好了,如果你发现那份面是很多啫喱状 很多散的,你一看到这些呢 那你就会想到那个疗剂就是L了 如果那个病人呢,你看到他很紧张,很焦虑,很不安 又很怕冷,那这种这样的精神状态呢 那个疗剂呢,应该最好可能是Authenicum album Authenicum album,即是那个身 好了,如果你他发现呢,那个肚射是来得很急的 一吃了东西,或者喝了一点东西,就爆出来了 那个疗剂呢,是什么呢,是那个Croton Tea Croton Tea,我们叫巴豆,即是这个疗剂的 如果你发现呢,那个疗剂是很急的爆出来的 令到整个厕所骚骚骚骚骚的 那么你第一件事呢,就想是Poledophyllum 现在第一件用Poledophyllum,即是粥叶草 OK,跟着呢,就是那个Croton Tea,就是那个巴豆 还有呢,那个Gambogea,我叫做藤黄 那这三种呢,都是比较上的爆炸性 他摸出来的时候呢,Poledophyllum 就爆到骚骚骚骚骚的了 好了,如果你发现呢,那个病者呢 是有那个肛蒙好痕痒呢 还有你发现呢,很多时候呢 是早上凌晨,一起床就很急急了 那这个症状呢,应该是流氓的症状来的 好了,如果那个肚射呢,就伴有肚,就是吐吐了 OK,跟着呢,有飙汗,又怕冷啊 那这个呢,就是那个呢,就是Varadium album 麦泥露,这几个就是我们经常要用,即是可以用得到的了 OK,好了,那万一霞姐,你手上没有疗剂的时候 没有疗剂呢,那怎么算好呢 其实都重要呢,其实大部分这些急性的那些呢 都是会过的,那最重要呢,就不要让它脱水势 还有要补充那些,那个那个电解,电解质那方面 那通常就给些,喝些,其实外面很多这些这样的电解水 大家可以看到呢,市面上都可以买,买得到的 要不然呢,就是喝些,就是简单来说,清水 清水,或者加些稀的果汁,OK 因为,因为果汁里面有很多些,有些矿物盐啊 有些,有些电解质在里面的,或者清,那个清汤这些方面的 那,还有,如果你要吃东西呢,记住呢 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吃得那么肥腻的东西 吃一些清淡一点的东西 中国人经常说粥,喝些稀粥啊,可以呢 就吃些香蕉啊,或者呢,我们叫做苹果蓉 Apple sauce,尤其是BB仔 那些苹果蓉,加些carrot powder 那些豆角豆粉啦,那些就是那些巧克力豆粉那些 那些,对那些小孩呢,尤其是有帮助的 好了,那如果你觉得有些痛,就是搞到痛,那做什么呢 那当然啦,拿那个泥水袋啦,敷那个腹部啦 那那如果是发现那个抽筋很严重的 那可以用钙和尾,Calcium magnesium 那也都,如果发现有充足时间的 那我们都可以试试用那个车前子谷,Cellian Seed Hus 这些这样的纤维粉啦,那会帮助你呢 那会帮助你呢,令到你的糞便呢,就比较成型一点 不要那么松散,那这其实呢 大部分的情况呢,其实呢,都会停停的 就是自己都会慢慢的,你洗干净了,清干净了呢 你补充水分呢,其实都处理得到的啦 那但当然啦,如果你有的疗剂在手上呢 你用得好呢,那你就可以将整个土舍这个问题呢 是很快,就是很快就可以处理得到 可能几个小时,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嗯,麻烦啊,袁医生帮我们呢 每一支疗剂呢,都再详细解释一下 看看怎么样可以容易一些配到给患者的嘛 那我就用我的过去自己的经验,在诊所的经验 哪一支比较容易最多用呢 那我会第一就算呢,就是那个Protophyllum Protophyllum Protophyllum呢,是那个粥,粥叶草 那这个是我比较常用得到的 那通常的症状呢,就来得很急啦,是不是? 那就是急到呢,就,然后呢 那一声,那冲到厕所里,就来不及了 那也有时候呢,他摔得,他人都累了 那肤部又痛啊,有很多气,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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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发现呢,那些那些分别噴到呢,整个厕所都骚髒了的 那就是这个呢,是一个Protophyllum 经常遇到的,那还有呢,Protophyllum 这个症状呢,通常呢,肚舌得来呢,通常都不痛的 那就是没有什么搞痛这个症状的 那他告诉你呢,可能吃了一些,有些酸的水果啊 或者是通常在热天下,正常说呢 热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食物呢,比较容易腐烂 可以容易用一些感染度 那这个是我的经常,Protophyllum 是经常用得到的 那另外一种疗剂呢,就是 Ascenicum album 那个,就是那个,新的那种 那这个很典型的吃错东西 尤其是吃了一些生懒的东西 生懒的水果啊,这些这样的食物啊 那是导致的 那这个症状呢,也都包括作门啦,作呕啦 吃了东西之后啦 那也都会很,就是很,很,很,很强烈的 那个肚子的抽筋啦 那痛呢,有时候呢,痛就会感觉呢 是一种兴的痛,消热的痛 在腹部或者肝门那里 那人呢,很不安,很情绪不安 好像,哇,就快死了,很害怕,很害怕 那样,那也都,那人是很怕冻呢 就要喝水,但是慢慢的喝的 那这个呢,就是身型的人 那虽然的人呢,很怕死的 他有时候,你很紧张啊,要你照顾着他 那通常他都说,哎呀,我不碰的了 每次吃了一些生懒的水果啊,酸的水果呢 就整天都中焦了 那这个疯便呢,通常都会密啦 就是会深色啦 还有,也就是臭啦 有时候严重点,可能会看到一些散 和一些血的 那在晚上呢,凌晨到 那个晚间,到两点钟 凌晨呢,就比较容易出现多些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 很经常用得着的疗剂的了 好了,接着呢 第三只呢,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盧梅德 阿罗斯卡特娜 这个症状的人呢,通常呢 正在说呢,第一 他摔出来是很多散的 嗯,OK 那他整天好像觉得自己很急急急 好像就快要漏的 就是他那种感觉呢 嘻嘻嘻嘻嘻 我不敢离开厕所 因为好像那些疯便会漏出来的 那 那我也都遇过一个病人呢 很有趣的了 一个老人家 那他原来呢,他自己摔到的疯便呢 他不是吐射 但他自己摔到的疯便呢 是自己都不知道的 嗯 那他见到不少生化 咦,我腹里面有几粒疯便呢 那这个的情况呢 我记得我用那个 Allo Scotrina 医好了 就是你看看 是很不方便的 是 自己摔到大便 自己都不像的 是是是 那这个呢,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用得到的 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比较用得着的呢 比如那个 那个巴豆 Crodon tigrium 那都是呢 主要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那些疯便呢 好像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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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喉那样爆出来的 好像 好像那些 噴水那样爆出来的 那 那 还有呢,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见到 他有些皮肤的症状 好像有些皮肤啊 有些水泡啊 那些这样的 伴症的 也都是呢 吃完很多东西呢 喝了就立即来的了 OK 那记住一种爆炸性的 那那个人的作异 精神状态呢 都是会很紧张 很不安 好像呢 就是有些坏东西 就快出现了 那他们就常觉得呢 那肚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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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点点东西 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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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些东西就听到的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吃的的少许都不行 那这个就是巴豆 Clotum tigrium 那它重要的是 爆炸性的 那些糞便的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藤黄了 Gamborgia 那都是很严重的糞便 那也是爆炸性的 OK 那 那爆炸出来呢 是一个又长又又又又又又又 这样的糞便 那那个腹部呢 都是几个咕噜咕噜的 那这个呢 这也是一个 其中的主要的症状来的 好了 接着呢 就是讲硫磺了 硫磺的症状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是有些惯性的 他惯性呢 就会跟你说呢 我到这样上下 早上呢 一早上起床呢 第一件事呢 就急急要去厕所的 因为很急很急的 他就未必是 就是刚刚吃错东西 但是呢 他会告诉你呢 他那种惯性呢 通常呢都是 然后 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林天光呢 一起床呢 第一件事就要冲去厕所了 但是六楼王的人呢 就是我跟他说的呢 都是很多 我们叫做 有些 有两种型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主观很强的 有自己的idea的人 喜欢很多 滔滔不绝 讲他的理念啊 我们叫做 recked philosopher 就是医生不理啊 骚髒骚 不是很主动外表的人 好了 那和硫黄有一个症状呢 他肝门呢 往往看到是有红的 有种损损 好像有这样的消气 和会痕的 那这个情况呢 那硫黄的人呢 都是很多皮肤的症状 那个躺便呢 都是很多气味 那个汗也都很多气味 放脆也都很多气味 那流氓的人呢 是怕热的 通常平时呢 睡觉呢 将猪脊脚呢 就一定要伸出皮窝的 不喜欢热的 热的冲凉啊 热的毛巾 盖着它 他不喜欢 那流氓的人呢 就喜欢吃完 喝酒啦 喜欢吃甜味啦 喜欢吃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Spicy那些 那个香料香味很重的 或者是辣的那些 那他也都自己可能 又不会喜欢吃鸡蛋啦 鱼啊 这方面的食物 OK 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 Varachum Album呢 是那个 我说是 白泥露 白泥露 Varachum Album 那英文叫做 White White Halibon 好了 那这个也是 就是很激烈的 嘔吐啦 那最主要呢 那个人呢 就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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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冷啊 那样的 就是飙冷汗啊 那人觉得很冷的 但是很有趣哦 虽然呢 他自己是飙冷汗 怕冷呢 但当时呢 他觉得呢 他想喝点冰水 喝点冰的东西的 有点果汁啊 冰的东西呢 他会觉得舒服一点的了 OK 那么 那 Varachum Album的人呢 日本人的 平时的性格 就很忙碌的 很多事情搞的 很不安的 但记住呢 他这个症状呢 就是整个人呢 就是 坦了 嘔吐到的人都散了 他人又青啊 又蓝啊 又满头大汗啊 那样 他嘔吐的这方面呢 当然量多之下呢 也都很痛 还有很多水汪汪的 OK 那么最重要呢 他嘔吐了之后呢 整个人都散了 没了力 没了精神 很累的 很怕冷的那种症状 OK 那么这就是这几种呢 我相信呢 一般的急性的 的土舍呢 这几种呢 在我过去几十年 差不多成三十八四十年的经验呢 就是很足够的 很足够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呢 很多人都经常会发生 很多家庭 很多人 所以有这几种疗剂呢 就像我们所说 整个家里呢 避住这些同样疗法的疗剂 那同样疗法疗剂的好处呢 就是不会过期的 就是你不用怕着 哎呀我没有疗剂那么多 到时浪费了 用不了啊 同样疗法疗剂是不会的 你用一代两代 几代都可以传下去的 哈哈 刚才说过 今次的急性的辜射 肚射的问题呢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都很常见到的 在一般的家庭啊 老人家啊 小朋友啊 就算呢 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可能都会经历过 只不过是 去到什么 挺严重啊 但当然如果我们熟练了 知道家中被了有这些疗剂的时候呢 就算可能是说来得很激烈呢 那刚才是袁医生介绍的一些疗剂呢 都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一般性来说 肚射的那个病患者 就当然是很辛苦啦 照顾他的人 可能要帮他清洁些什么都辛苦的 那样的 那最严重的就是 因为流失太多的体液呢 而导致那个 那个身体游泥机那些出现的问题 而是导致脱水啊 去到幼刻 这个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了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 那些BB的时候 如果真假之 他真是说肚射的时候 又不懂得解释 不懂得形容 又只是哭哭哭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疗剂在这里 就立刻可以帮到这些问题了 就不需要搞到他们 去到有后遗症啊 好像BB仔出现了 你脱水的时候 有点去急症室 就已经很麻烦了 所以就不要等到 有些后遗症的时候 才去搞 或者因为一次的肚射 而搞到腸胃不息 以后吃东西各样东西 都出现了问题 这些症状的时候 那更难搞了 所以希望大家 都可以在家里 尝备一些疗剂 有机会时间 就听回我们的节目 再去了解多些的时候 就可以 是 及早治疗的了 好了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于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